首先这个环道我们对接的是厂方的硝酸储罐 然后这个呢是冷凝水的出口 这个口呢是冷凝水的进口 到时候厂方需要进行对接一下 所有操作的第一步 我们首先需要打开硝酸禁液的电磁阀 这样厂方所有的硝酸 就是厂方的硝酸就会进入到咱们的玻璃剂量瓶之内 然后关闭 然后根据厂方它的来料 它来的银子加入到反应符内 加入到反应符内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点开出硝酸的这个电磁阀 这样硝酸就会被放到反应符内 然后关闭 这个时候开开起反应符我们就可以开启搅拌 然后开启这个反应符的加热 所以说现在这个搅拌符搅拌都已经开启了 然后当过了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关闭加热关闭加热关闭搅拌 开启开启整套真空系统 然后将反应符内的桂叶放进真空滤盘内 然后按一下进入控制硝酸银的电磁阀 这样整个硝酸银液体都会通过通过进行管道通过真空 被抽到硝酸银储罐内 被抽到硝酸银储罐内 这一阶段结束 关闭硝酸银 控制关闭硝酸银进入的按钮 然后所有的硝酸银的溶液 都会由这里排出 这个管道是从它管内下来 然后直接对接的是厂方的硝酸银的溶液的管道 如果厂方需要将硝酸银溶液排到哪里 就完全可以将它都排出去